大家好,我是斯文 对,去年那个脱口秀大会结束之后呢 我以为我不会参加这档的突围赛了 我还以为我的演艺生涯已经腾飞了 我甚至去参加了央视春晚的录制准备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脱口秀演员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春晚淘汰演员 他们之前都叫我脱口秀太后 被淘汰之后呢,他们现在都叫我春晚淘汰后 这个有点过分了 可以来一个副一盏灯 对,我当时呢,其实准备在春晚上讲我姥姥喝咖啡的段子 当时表演之后呢,导演过的时候他说这个段子不错 但是呢,你一个人在这个春晚的大舞台上显得有点单薄 这样,你能不能把姥姥一起带过来 我说现在这个春节可能来不及了 等清明的时候我可以去给你问 然后导演当时觉得呢,我一个人讲脱口秀还是太单了啊 导演就决定把那个我的脱口秀跟一个魔术结合在一起 就是春晚上那个魔术,大家看看啊 然后当时导演跟我说,他说这个箱子啊 到时候呢,七个美女会从里面出来 等七个美女出来之后呢,你就从里面钻出来 我心想到我心中 这难道不是八个女人一次出来吗 为什么就是七个美女出来跟了一个我 这个节目难道叫美女与野兽吗 而且呢,你知道前面那个美女出来的时候都是有造型的啊 他们就是劈个叉啊,什么下个腰啊 当然导演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节目的是需要美感的 这样,你出来得有个亮相 那个,你会后空翻吗 我当时想后空翻 我想这个导演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脱口秀跟二人传的区别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想学习后空翻 而且我当时还故意逗那个导演 我说我可以后空翻 我说我出来的时候,啪啪啪翻几个跟头 喝三瓶啤酒,祝各位老铁长长久久,越后越有 导演当时看着我浮夸的表演跟我说 你真的会想脱口秀吗 但是呢,虽然那个节目压力很大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爽的一点是 那个魔术呢,彭于燕也在 当时的那个设计是彭于燕要从箱子里面拉着我的手把我请出来 哇,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我真的是既兴奋又紧张 我在想我在春晚的舞台上跟彭于燕手拉手 哇塞,我不是得被骂死 我当时连开场白都想好了 我一出来我就说 嗨,各位姐妹,大家好 知道我跟彭于燕手拉手的时候你们生气吗 想骂我吗 如果想骂我的话,请按摇空气上的一 然后按一,嘿嘿,不好意思,还是我 后来呢,我真的见到的彭于燕啊 特别地开心 哇,彭于燕又高又帅,浑身肌肉 哇,你就感觉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然后呢,儿子彭于燕见到我说话非常的温柔 彭于燕一见我就说 你好,斯文大姐 我那一刻非常的幻灭 那种感觉就是你终于见到了你的梦中情人 他却叫你一声大姐 我当时所有的荷尔蒙都消失了 我当时什么都不想干 我只想给他烙饼 而且那个节目之后还有一个男神 叫吴磊 当时排练期间 对,当排练期间有一个记者采访我 他说,斯文,你的身边有这么多男神 你觉得谁最帅 我当时彭于燕啊 吴磊叫朋友 吴磊对不起,我伤害了你 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我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这辈子有一天 会在吴磊跟彭于燕之间做选择 这个选择真的太难了 你说这个选择简直不亚于 在王建国跟忽兰之间做选择 居然没有我 没有我吗,还用卓 而且王建国跟忽兰 怎么会想到 他们能跟彭于燕出现在一个段子里 当然了,我还是很有实力的 大家知道春晚一共有四次大连排 你们知道我是在第一几次才被淘汰的吗 第一次 对,第一次 我当时凭借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争取了很多回家过年的时间 我当时被逼掉之后呢 我还去找张老师 我说张老师,我被逼掉了特别难过 您能帮我找找关系吗 张老师说,斯文这个,没关系啊 我没关系 当时被春晚淘汰之后呢 我感触非常深刻啊 我觉得人还是要多精力 就是不管输赢 我现在觉得 我已经是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女人了 我现在觉得我跟张雨琪一样 我们俩都是乘风破浪的大姐 谢谢大家,我是斯文